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们现在一起来学习肯定性咨询法伴侣暴力的咨询 异性恋者当中存在着伴侣暴力 同性恋者当中也存在着伴侣暴力 但是对于同性恋者来说 伴侣暴力对他们的伤害可能要更为严重 这就仿佛是双重的贵子 一方面他们是性少数他们在贵子当中生活 另一方面伴侣暴力也可能使他们同样在另一重的贵子当中 使得他们自卑无法面对自己 不敢说出来不敢求助 如果遇到这样的来访者的时候 那么我们可以有非常大的作为空间来帮助他们 我们先来认识伴侣暴力的形式 应该说异性恋伴侣暴力的形式在同性恋伴侣暴力当中也一样存在 这就是肢体暴力 性暴力 精神暴力 经济控制 还包括行为控制 另外 异性恋伴侣暴力当中常见的一些特点 同性恋伴侣暴力当中也一样存在 比如说持续性 反复循环性 传承性 高度的隐秘性等等 什么叫反复循环呢 反复循环讲的就是施暴者可能今天施了暴 上午施暴 下午厌罪 向你懺悔 保证说我以后再也不施暴了 你原谅他了 可能过了一个星期又继续施暴 然后再次懺悔 再次求谣 你再原谅他 他下个星期还施暴 再下个星期施暴 他又保证说我以后再也不施暴了 我错了 但是当你这样原谅他 他还会施暴 这就是伴侣暴力的循环性 这种循环性在异性恋伴侣和同性恋伴侣当中是一样存在着 高度的隐秘性 我们不敢对别人说 伴侣暴力的受暴者往往有的人会觉得羞耻 不敢说 特别是他也想留在这份伴侣关系当中 他也更不敢说出来 无法去求助 此外呢 传承性 讲的是施暴者可能他的原生家庭当中就有暴力倾向 他只不过传承了暴力 如果这对同性恋伴侣有收养孩子 他们未来收养的孩子很有可能应然继续传承暴力 另外异性恋伴侣暴力当中我们还会提到一个词叫习德性无助 指的是受暴者一开始原谅了施暴者 然后慢慢的慢慢的温髓煮青蛙 就变得对暴力高度容忍 不知反抗 不去寻求解决的办法 变得所谓的习德性无助了 这是同性恋伴侣暴力和异性恋伴侣暴力的共同之处 但是我们要说两者之间还有一些不同之处 这些不同之处是 异性恋主义对同性恋伴侣构成了非常大的压力 这种压力下就使得他们可能感到更大的羞耻感 会觉得我现在承受的暴力和我的性倾向有关系 这就会引发两个个体的防御性的反应 攻击自己还有攻击对方 另外呢 伴侣之间的依赖性可能也要比异性恋者之间的依赖性更强 为什么 因为异性恋者分开之后 可能还能够会找到其他的伴侣 但是很多同性恋伴侣担心离开这个人 就找不到其他的伴侣了 或者说更难找到伴侣了 他们的依赖性很强 这种依赖性也使得受暴者更难以离开 另外 一些同性恋伴侣暴力的受暴力的容忍度更高 因为他担心被曝光自己的性倾向 异性恋伴侣暴力的受暴者还可以打电话向警察求助 那么同性恋伴侣暴力的受暴者可以向警察求助吗 他的求助的资源 或者说他的支持体系都远远比异性恋者要少 因为他担心求助的时候自己的性情将被暴露出来 还有一些同性恋伴侣 他们是在异性恋的这样的婚姻模式的压力下 急于开始了自己的伴侣关系 也就是说他可能还没有认真想好 认真评估好是不是要跟这个人一起生活 但是因为主流的文化总是强调说 要忠诚 要有稳定的关系 要有伴侣 这种婚姻的模式 使得一些同性恋者遇到一个同性伙伴之后 就开始了同居的这样的伴侣关系 而这种伴侣关系 有可能使得他们当中彼此的不和谐的地方被隐藏起来 进一步 当发生伴侣暴力的时候 他可能就因为有这样稳定的同居关系 可能更难走出这份关系 所以同性恋伴侣暴力的当事人 我们看到他自身有心理压力 因为他的性倾向更为自责自卑 缺少一个求助的体系 而且也没有法律的保障 他面临的压力显然就会更大 此外 同性恋伴侣暴力当中 还有一些独特的精神暴力的形式 这是异性恋当中没有的 最主要的就是威胁曝光你的同性恋的性倾向 异性恋不存在着曝光性倾向的威胁 但是同性恋存在 这是一种精神暴力的表现形式 他会体现说 如果你不听我的话 如果你要跟我分手 如果你不按我的意思办 我就对你的同事家人说你是同性恋 这是一种要挟伴侣 控制伴侣的精神暴力 另外呢 如果伴侣有过异性恋的交往经历 可能会被讽刺为不是真正的纯粹的同志 讥讽他和异性恋的性关系呢 是所谓言会的 还有可能用传统的社会性别的样态来威胁 暴力对待 比如说 在女同性恋的伴侣关系当中 施暴的一方可能会说 你长得那么T 谁会相信你被打 其实呢 背后的假设是那个T就是施暴者 P就是受暴者 这其实都是刻板印象 强迫伴侣出柜 也同样是一种精神暴力的表现形式 有的伴侣会说 如果你是同性恋 你就不应该怕别人知道你的性倾向和性别认同 你就应该出柜 你如果不出柜 你就是细微 你就欺骗 而我们已经一再强调过了 出柜应该是每个人的自主选择 不能够成为别人强迫的一个事物 影响伴侣暴力有一些内在的因素 还有一些外在的因素 内在的因素呢 在性与性别少数者这里体现在 比如说个体特征上 体现在他针对性与性别少数的消极的信息 被内化了 这样当神就会有低自尊 有自我的厌恶感 这种低自尊和自我的厌恶感呢 在施暴的过程当中 可能就会通过施暴者传递给受暴者 受暴者就会想 我是一个同性恋 我本来就是不好的等等 我现在受到的暴力是最有应得的 是我自己的错带来的 如果不是同性恋 我就不会跟他在一起 我就不会受暴 我们看到这其实就是他对同性恋身份的 这种自我的污名化而带给他的一些错误的认知 另外呢 同性恋伴侣暴力当中一个特殊的现象就是 HIV 也就是爱滋病病毒感染的状态 和他们的伴侣关系 感染者故意传播爱滋病病毒给他的伴侣 这本身就是一种暴力的行为 这是同性恋者 或者说是HIV感染者当中所特有的一种现象 还有一些感染者呢 他们更难以离开他们的伴侣了 为什么 因为感染艾滋病病毒之后 可能他的经济收入会下降 因为他的工作可能会失去 然后他要服药要治疗 这都使得他对伴侣有一些依赖 这些都可能成为伴侣 要挟他的一些手段 还有一些没有感染的人 不敢要求安全的性行为 因为担心伴侣会指责他 说他这是对爱情不忠诚等等 有大量的研究显示 同性恋伴侣当中的受暴者 具有更高的性病艾滋病的感染几率 影响同性恋伴侣暴力的一些外在因素 包括机构的恐童和异性恋主义偏见 所谓机构的恐童 我们只包括法律医疗体系 对同性恋的这样的一些不公正的待遇 比如说中国现有的反家暴法当中 就没有将同性恋伴侣纳入保护的范围 虽然同性恋者一直在争取反家暴法 应该把同性伴侣关系纳入 但是因为我们对同性恋 婚姻家庭的定义使得我们没有被纳入 也就是说这种在法律体制下都缺少保护 另外针对施暴者和受暴者的咨询 现有的脉络框架理论体系等等 都是围绕着异性恋伴侣关系当事人来建构的 而缺少对同性恋伴侣关系当事人的 这样的理解和支持 所以这也是我们肯定性咨询法咨询师 要在未来工作中进一步完善的一个领域 此外我们知道有针对受暴妇女的庇护所 但是却没有针对受暴同性恋者的庇护所 我们也知道法律当中还有保护令 针对受暴者的保护令 但是同性恋伴侣受暴者也得不到这样的保护 所以这些都是机构体制法律当中的 异性恋主义偏见和歧视带来的 那么如果整个社会没有一个支持 伴侣暴力受暴者体系 同性恋社群有吗 目前来看至少中国当代的同性恋社群 对于伴侣暴力的支持体系也是非常不完善的 有的人甚至担心 同性恋伴侣暴力的情况如果被曝光之后 会影响公众社会对于同性恋的看法和认识 此外社群当中也没有足够的资源 来帮助伴侣暴力的受暴者 同性恋伴侣暴力咨询 我们有一些建议 这些建议当中包括既要注意到独特性 又要注意到它的普遍性 独特性就是身为同性恋者 包括跨性别者 在这样的异性恋文化 顺性别文化下 他们所受到的一些不公正的待遇 以及对他们伴侣暴力关系双方的影响 共识性就是普遍的所有的伴侣暴力都会面临的问题 我们要咨询是注意到这两者 在你对于来访者评估的时候 你要做一个很好的评估 可以是单独的评估 也可以是双方伴侣双方的评估 这样评估将有助于你制定一个好的咨询辅导方案 当然我们还要遵守一些原则 这些原则包括 不要将自己的意愿强加给来访者 暴力关系有时候 虽然是让人无法接受忍受的 但是那份伴侣关系可能还有价值 而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提供给受暴者一个理解和支持的环境 而不是替他决定要不要离开这份关系 要引导他自己思考权衡 咨询师还要考虑到来访者关于自己性倾向性别认同的看法 是否对其伴侣暴力的经历构成了影响 检讨内化的消极观念 咨询师应该帮助来访者理解自己在社会动态情景 权力和控制过程中的生活经验 以及健康的伴侣关系所具有的那些特点 当然非常重要的一点是 我们其实还应该帮助来访者熟悉法律 帮助来访者争能复权 这是来访者成长的一个过程 在我们今天针对同性恋伴侣暴力双方的咨询过程当中 可以借鉴普通的异性恋伴侣暴力咨询的一些准则 比如说针对受暴者的一些咨询准则 包括这样七点 第一 以受暴者的权力人身安全为出发点 第二点 不再隐隐对暴力零容忍 为受暴者赋权增能 对明显失衡并且不公正的权力要进行解构和调整 第三点 深层的关怀 包括同理心接纳对方的现状 接受不同受暴者的个体差异 接纳受暴者的选择等等 第四点 永远记住受暴者是不受谴责的 警惕自己谴责受暴者带给他们二次伤害 很多咨询师在接触家庭暴力 伴侣暴力受暴者的来访的时候 通常会问他们说 你有什么责任 一个巴掌拍不响 你在这个过程中有什么错 在我们看来 这就是谴责受暴者是对他们的二次伤害 第五个基本的咨询准则是 咨询师应该挑战价值中立 为弱者争能复权 使他们能够控制自己的生活 当然这不是说替他们做决定 而是要争能复权 第六点 受暴者有权力决定自己采取什么样的应对策略 咨询师只需要提供选项 帮助其分析每个选项背后的利弊就可以了 当然你提供这个选项的时候 也应该和我们第五点 以及前面各点的原则是一样的 你要清楚地告诉他 家庭暴力 伴侣暴力 是不可以被容忍和接受的 你应该认真地进行一个对待 当然不可以被容忍和接受 不等于是要立即离婚 而是有各种应对策略 比如说让施暴者来咨询 就是一种应对的策略 第七点 咨询师应该整合资源 将社会环境中的诸多因素 纳入咨询当中 为受暴者提供多方位的支持 我们的咨询步骤和要点 应该包括 对受暴者的情况进行评估 结合伴侣暴力的危险性预测量表 来进行评估 这个危险性预测量表 在我们肯定资源法一书当中有收入 我们这里就不向各位介绍这个量表了 但量表很多 我们采取的是李鸿涛教授修订的一个量表 使用量表并不等于说 我们要迷信量表 这是跟各位要强调的 使用量表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可以很好地筛选出那些高危的伴侣暴力 对于处于高度危险当中的伴侣暴力的受暴者 其实我们就可以给他提供一些安全的策略了 要告诉他你现在的情况很可能是高危的情况 甚至生命受到危险了 咨询步骤与要点的第二点就是复权 这个时候我们要帮助来访者了解 关于伴侣暴力的一些理念 澄清关于伴侣暴力的一些错误的认识 我们要认识到权力是在伴侣双方是均等的 要让来访者相信他有能力改变 我们甚至可以帮助他挖掘自身的资源 挖掘他的支持系统 提升他的自信 同时我们要陪伴他走过这个改变的过程 第三个咨询的步骤 我们要提供共选方案 除非高危 高危的伴侣暴力下 我们可能就直接建议他如何安全的保障生命了 如果不是高危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提供各种共选的方案 协助他们制定安全的计划 第四个步骤就是制定安全计划 这个安全计划 同性恋者和异性恋者会有所不同 但是也可以有一些共同之处 作为评估时候的一个决定因素 我们再来谈一下对伴侣暴力施暴者的资讯 总体态度是 即使他是施暴者 也有权利被有尊严的对待 也有权利受到尊重 更何况 性少数的施暴者本身还面对着文化的压力 施暴者不是说他天生就是施暴者的 他可能是被家庭文化塑造成一个施暴者的 没有人找一个伴侣的目的是为了打着方便 而是为了有更好的生活 只不过因为整个文化的建构使他成了一个施暴者 所以某种意义上他也是受害者 我们要和他有共情 这个时候我们才能够帮助他 当然我们要旗帜鲜明的反对暴力 我们的共情是理解他的愤怒的感受 而绝对不是支持他的暴力的行为 我们对他的再度的尊重 是对他作为一个人的尊重 而不是对他施暴行为的尊重 另外施暴者的咨询当中要了解事件的来龙去脉 并且制定一个咨询的策略 在咨询关系当中要进行调整 对施暴者进行去权 所谓去权 包括告诉他说 你在施暴教授的法律制裁了 你就要被抓起来判刑了 这都是去减削减他的权利 同时我们要努力发展施暴者正面的价值感 我们理解他面临的压力 但是我们要告诉他 暴力无助于他从自己的压力当中解放 暴力只会破坏他的伴侣关系 暴力是伴侣关系的一个选择 但不是唯一的选择 每个人都可以开发他内在的资源 并且完成改变 你也可以这样做 重要的是你是否愿意完成这样一个成长 重要的是我们在针对施暴者的咨询过程当中 应该帮助施暴者认清自己 并且着手改变 学习控制行为 自我训练 不要负面的情绪控制自己 学会情绪管理 对于那些以曝光伴侣性倾向 作为威胁的施暴者 我们还可以和他一起讨论 你这样的曝光行为 包括这样的威胁 是不是本身也是对你自己 和你所属的族群的一种伤害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帮助施暴者 增能规划他们未来的生活 我们要相信 施暴者也是可以改变的 咨询师要做的就是帮助他们改变 帮助他们以非暴力的方式 建构好的伴侣关系 以上就是关于 同性恋伴侣暴力的咨询的一些建议 谢谢大家